右手指僵硬 是那个 别说您看看 继续在极大国家机器 继续 极大国家机器 所以像把定膜一下桥断了 那个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国家机器一部分 本来嘛这些国家机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因为现在的国家机器不再为人民服务 是为他们的利益铁盘服务 所以必须铁盘要把国家机器擦水掉 然后把定膜拿着桥 实际上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所以也倒了 当然了一般的人想不到背后的原因 只认为 是被集团下桥斩了 这是恐怖袭击 什么之类的 他们总是在这里斗拳 他们根本不知道 是那个毕临港 在极大国家机器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 好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再见 再见